8月12号,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杨光在北京发表谈话,就香港极少数暴徒投掷汽油弹袭警,予以严厉谴责。 今天,我在这里,就香港8月11日晚,极少数暴徒在多处向警察投掷汽油弹,并导致警员烧伤一事,表明态度。 对实施这种严重违法犯罪的暴徒予以严厉谴责,对于这种丧心病狂,不计后果的严重犯罪行为,我们表示极度愤慨和强烈谴责。 同时,我们向受伤的警员表示慰问。 杨光表示,连日来,香港激进示威者屡屡用极其危险的工具攻击警员,已经构成严重暴力犯罪,并开始出现恐怖主义的苗头。 这是对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的粗暴践踏,是对香港市民生命安全的严重威胁,是对香港繁荣稳定的严重挑战。 杨光说,香港警队是对香港犯罪行为,必须坚决依法打击,毫不手软,毫不留情,我们坚决支持香港警队和司法机构,果断执法,严正司法,尽快将违法犯罪分子绳制依法。 杨光说,香港警队是维护香港社会治安和法治的中间力量,两个多月来表现出的专业精神有目共睹,香港警务人员刻进职守,依法履职,在直报治乱一线表现出的专业克制,做出的重要贡献有目共睹,赢得了包括广大香港市民在内的所有热爱和平安定的人的普遍赞誉和崇高敬意。 杨光说,香港已经走到了一个重要关头,他呼吁所有关心香港前途的人坚定地站出来,止报治乱,恢复秩序。 所有关心香港前途的人,都应该坚定地站出来,向一切犯罪行为说不,向一切暴力分子说不,止报治乱,恢复秩序。 这是香港当前压倒一切的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